我们高宝室有别于一般的手药饮料店 那一般的手药饮料店呢 它的点餐还有制作饮料呢 都是用人工来制作的 那我们呢比较特别 我们是用机器的手臂来制作饮料 然后点餐是用机器来点的 那我们的人员呢 是来做手工珍珠给大家吃的 其实以少子化来讲 其实缺工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人没有以前多嘛 小孩子比较少了 大家都不太想生小孩 那可是少子化并不会影响我们平常的作息 少子化并不会影响说我们不看电影 不吃饭不喝饮料 那可是店家还是依然多 所以呢员工一定是补不够的 其实我们自动化的这样营运改变呢 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的员工呢 可以去提升他的能力值 我们可以让员工来做手工珍珠给大家 不像有别人可能一般员工就是 还在做一般的收钱 然后做饶饮料的动作 优雅手臂它支持的工作的角度 相对于其他品牌比较多 那也很符合我们在一般商业使用上 因为毕竟空间会比较狭小 它可以符合这样子的需求 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的去模拟人的动作 然后完成你们所需要的工作 因为我们选择URA的手臂在 WOWS店面这边是因为它符合我们 对于它在店头跟人跟员工协作 来做饮料的这个需求 为什么我们会特别看重这个特点 是因为我们在一般的店面 大家知道可能租金比较高 店面通常不会有太多余裕的空间 有这样子跟人协作的功能 它在安全性上面我们可以顾虑到就是员工跟机械手臂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那并不会因为有时候人毕竟会不小心撞到手臂 并不会因此的受伤 那另外就是它有提供了3D视觉的界面 这让我们在一般的使用上面 会比以往的就是纯文字的编程方式要来得清楚好用的很多 第一次跟手臂工作当时的心情是比较充满好奇 然后但是又带点一点疑惑的 因为毕竟没有这样子看过可以这么近距离可以跟人一起工作的手臂 其实我们发现UR这支手臂它跟我们一起工作它非常的精确 然后工作很确实它可以帮我们很精准的做好每一支我们想要的饮料 那同时它的操作界面非常的简单 所以不管有现场发生任何状况 其实我可以很轻松轻易的让它立刻回复到工作的岗位上 很多消费者来看到我们店员跟手臂站得这么近 其实最大的疑惑是难道你不会有危险吗 我们这支URR手臂它很聪明的地方是 它只要在它的运行的范围当中感受到阻力 其实它就会立刻的停止 所以在于我们店员保护上是做得非常好的 即便它中途的暂停我可以很快的让它继续进行的工作 这也是它界面操作上非常简易的地方 因为我们使用了手臂 所以我们就没有摇手这个问题 不需要调制饮料 所以我们在员工的代讯上头 我们就少了这一块 其实少了这一块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会把这一块的心力其实更加强 着重在于员工该怎么样做好他前排完整的服务 让他可以更了解我们的顾客 多跟顾客互动那有进一步的留住的客人 另外一方面我们饮料的品质也可以更努力的把关 是因为我们也在备料这一块做了很多的功夫 因为我们的员工不需要再被一只饮料的残鼠 像这样重复性的工作我们都可以省略 同时我们同样的员工编制之下 同样的时间之下 员工还可以来做我们独特的手工珍珠 让他们学习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 而我们把这个摇手省下来的时间也好 培训也好成本也好 其实都可以回归到我们的员工教育训练 以及我们的食材上头 因为其实大家在看我们的这家店的时候 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点 就是说它并不是无人饮料店 那其实我们公司在研发这套设备的同时 并没有打算做一间无人饮料店 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是想要解决缺工的问题 再来就是提升服务业员工的素质 能够让消费者拿到他该有的品质 因为当这些都修正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成本就重新计算